其实根本就没记到这种 对吧 银行的烂账里去 我一开始还不知道 我说这个方式挺奇特 这个雷就等于根本就报不出来 他不到他没钱的最后一天 你永远不知道他会报 就是说实话 就是这后的日子可能不那么好过 不如尽早的跟银行去商量这些事 这个骗区吧 都被网友称为北京 这个阴区最重的社区 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 北京市丰台区高丽庄北路 这块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小区 一个是康润家园 这是西区 然后这边是东区 在他的南侧 南侧还有一个小区是高新家园 我估计知道高新家园的人比较多 后来见的这个康润家园 市丰台区人就少很多了 因为你说这高新家园 现在的这个商业生态 是吧 这个好像也不再这样 就是商业生态相当的烂 这是事实 其实今天也不是太想讲 关于这个康润家园附近的 一些商业生态的事 因为它普遍的都是这种 对吧 就是商业代租嘛 大面积的底商都是代租 整个这边的商业 这几乎就跟没有商业一样 你看这些商铺 做完之后 这车都能堵到商铺门口 你就可想而知 这儿的商铺有多不好租了 然后整个这个康润家园 这个片区吧 都被网友称为北京 这个阴去最重的社区啊 那之所以被称为阴去重啊 它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啊 首先我看了一下 这康润家园的入住率 应该是是有问题的 但是像这个地段 不太可能出现太多的空置啊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位置离着那个 丰台科卷很近 所以我想这边有些空置的 也肯定是其他原因 但是确实这里面有空置 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不管是法拍房 还是什么情况 就是有了解的 可以跟我说一下 然后它这边还有这个养老院 养老院 说它阴气重 主要是因为这附近挺神的 它的东侧是临终关怀设施 中间是养老院 然后西侧是墓地 这个东西其实咱很难说啊 但咱们按平常常理讲 肯定还是对适者要尊重啊 但是这个社区 确实做到了这个 是吧 养老社区的典范 对吧 从养老院到临终关怀 再到墓地 一气合成 也确实是我 见过唯一的一个这种社区了 然后远处的楼房 对吧 对吧 这个咱就不再说了 有些东西不吉利就不说了 但是整个这个社区 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下面我感觉是整个片期中 唯一的这个超市了 高绿庄北路上这边有所学校啊 不知道是中学还是小学 但是一直就没有招生啊 就一直闲着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啊 但是这个这个片区真的是太诡异了 就是我以前来过 我知道有高薪家园 就这些全是后来重新修的 就是说这边上的四环外 顶呱呱的墓地也没有几个 但是在这附近就有一个 这个学校盖好也好久 这边上的杂草就后来就没有清理 你远处能看到那个楼 基本有点废弃的感觉 说实话为啥不营业 该招生招生啊 现在 说实话这附近也不缺孩子 我觉得 你像丰台这个地界 就紧挨着四环 对吧 介于四五环之间的位置 丰台科学玩就那么多人 这应该算是个比较好的位置了 很多事我都不太了解 直到今天我也不了解 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个地儿阴气中 别的我也都不太清楚 很诡异 然后你说商业一个是临街高新家园公交站那块 有个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商业联合体了 那块还行 然后就是北边以前 没见这些地方的时候 没见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来过这儿 那个就这我就知道高新家园 然后高新家园对面 有一个小的那个 不能小吧 像中等的这种饭馆 他家水平还可以 就让我记忆犹新了 他家早点做得真好 早点可能也不是那酒店的 外包出去的 反正挺有意思 你看这边上停了这些车 就证明这边的住户 都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就是康润家园差点意思 其他说实话真的还可以 然后就是有一件啥事呢 就是头两天我跟朋友们聊天 发现有一种 就有一些朋友啊 他等于他买完房之后呢 现在房价不下跌了吗 他其实是很难还清贷款的 但是他把房子挂上去吧 手里呢又有点钱 挂上去之后呢 他现在着急卖房 然后他用他手里仅有的钱 用来还房贷啊 就是说他其实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你像这种方式的房产 其实根本就没寄到这种 对吧 银行的烂账里面 我一开始还不知道 我说这个方式 挺奇特啊 这个雷就等于根本就报不出来 他不到他没钱的最后一天 你永远不知道他会报 然后就像之前那些法拍房一样 就他真正的上市要两年的时间呢 对吧 所以为什么银行现在尽可能的帮你减息 不是减息 帮你缓息啊 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都有的 这是可以和银行商量的 包括我上回也说过 这只有第三次说了 上次那个去延交的时候 我也说过这个事 都是都为什么会给你缓息呢 对吧 晚一点再还 或者说让你的利息 四分之一 就基本能不让你上那个 正细 对吧 那还是可以的 就是大家也别不好意思 我都觉得你这种事 尽早的跟银行商量 把你那些钱 对吧 你哪怕还四分之一呢 你还能留下四分之三 或者还二分之一 你留二分之一 对吧 你之后的日子 就是说实话 就是之后的日子 这可能不那么好过 不如尽早的跟银行去商量这些事 对吧 我是这个看法 但是你上了之前 准备工作自己做好 对吧 你有些钱 你还是得处理处理 这样跟银行好说 对吧 你以为你是真没钱 对吧 这块就是高新家园了 我都交到这步了 卧槽 你们自己琢磨 高新家园 高新家园 我觉得就正常了 就这边就不太正常了 就阴气特别重 你走到那条街上 路都感觉走得舒服 走到这儿 就不知道为什么搁脚 真搁脚 你看那边 就没有这个 当然这个必然得有 因为盲人需要用 但是你走那边 肯定会舒服一些 对吧 玩笑 咱们不瞎说 不瞎说 事是那么个事 反正也聊到这个事 确实有些雷还没爆 就我了解到的现象 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 因为我是 就经常在群里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人 确实有这个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的人也不少 不能说很多 但也不少 就等于就在 就抱一不抱的边缘 对吧 所以还是尽早去商量 找银行商量 就比较合适 你因为你像那个房贷 你能省下二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这都是对以后 对吧 哪怕你再想其他办法 需要创业 或者干嘛的 对吧 你多少还有点本啊 你现在都慢慢的耗着 拖着 因为我不知道你房子在哪 时间长了 你不太好卖 我自己的房子 我都觉得不好卖 除非你房子 城市核心区 那你也不会 都还了好几个房贷 房子还没卖出去 是不是 说实话不就这样吗 我就想开了 我那房子我装什么车啊 根本就卖不掉 这么多天 这么多天也没人去看 是吧 那就不是钱的事了 不是钱的事 就真的降到那一步 那肯定也是你接受不了的价格 到最后再没人看 直接租了 真不行 至少租还有点钱 对吧 一个月也两千多呢 两三千块 三千够呛 以前租三千行 现在真不行 房价下跌 房租也降 就是还是那句话 北京这房子住满人问题不大 你就是良乡 长阳也没问题 就商业那就不行了 那就真不行了 就得看了 康润这家家园真的是好阴冷 然后康润家园就太阴冷了 咱就不说了 咱们去这边看一眼高新家园吧 然后你像高新家园这楼都好久 我19年18年的时候就在那边的一个公司里学会了舔领导的绝迹 那个时候老板一个人带着我两个人就做了个大项 直到进去才知道原来公司只有两个人 好神奇 那个老板姓王教会了我好多天领导的招 就是你们知道我IBM出 从IBM一直做那个 大家都知道吧 IBM是这个国内那个展览展示行业 特别是电信行业 做这个鼻祖 好多的互动技术都是IBM带进来的 你看10年11年12年的时候 谁知道什么二维码立体模型 谁知道connect对吧 谁知道那些红外双感器 他们全都运到展览展示行业里了 所以当时IBM没记错 不管是连通还是移动 基本都让IBM来做听 后来就大家众所周知了 是吧 华为都上来抢活了 那他们也就没什么戏了 现在已经不行了 应该 然后正好我从那边 我有很多IBM的这个经验啊 那老板正好要做展厅 也是电信行业 一拍即合 觉得我特别合适 然后就进去 两个人忽悠了个五百 两个人忽悠了个五百六十万就行 好玩吧 有好多有意思的事 但是不能跟你们讲 没法讲 等着哪天吧 我带你们看看这个左边 左边就是高新家园 我之前在这边工作的时候的一个超市 那个时候这附近 就唯一的大超市就在就在这边 就这块上面写着福宝龙生活超市 我不知道以前叫什么名字 但是这个超市很久很久 几乎算是整个这个高新家园地区的一个超市 周边包括以前那些村子里都没有这么大的超市 真是中国人生活必备 药店超市 超市出来了 买了瓶水 紧接着咱们就看到了盛方师傅 盛方师傅就是我好久好久以前来这还在 盛方师傅没倒闭 现在还好好的活着呢 这证明这是一家非常了不起的企业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还能扛过来 确实了不得 好像在装修了 里边在装修 其实盛方师傅在这附近还是不错的 然后他家盛方早点 看到了吗 这盛方串八以前没有 这儿有个盛方串八以前我在的时候没有 但这盛方早点我在的时候是有的 他家早点做的也不错 估计那早点不是他家外包 他家自己的吧 但是做的真的挺好的 早上豆腐脑包子什么的 做的都挺地道 这个这里面还有桌子 具体咱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盛方师傅在这儿嗜好人物 真的嗜好人物 行今天就到这儿吧 这块应该是以前卖房子的地方 现在也已经荒废很久了 我已经有一点儿了 我们就要找到这个地方 在这儿一里有点儿了 一口小伙子 一口小伙子的地方 我们就要找到这儿一口小伙子